走,走后的板 12人,光着板走 光着板走 是天的板是吧,也是光着板 光着板走,那边回来 天的板可能是阻挡一下 哦,别过来 你那边就是,要看它 你看它是,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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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它呢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十二的,十六的能切一切四是吧 十二的你再加点速度 不要,不要再加五 没有问题加五 速度加一点 你是不是切到缝这样,还是说都这样 这是每次切割的时候都这样是吧 不一定 三分两分,你那个气压你别调太高了 你把那个气压,就是进气气压,切成了0.5 也不会让它太高了 停止,说不准,因为咱就要看切割的气压嘛 你现在不是调的一个很大吗 你就是说放着气 不会超过0.5是吧 就是说你气泡如果打得很高的话,它那边也不会超过0.5调的是吧 啊 那那一直稳定的0.5 它那个 昨天,昨天,昨天我记你说是,它就能达到0.7的 是不是啊,别调太高了 嗯 不是停止,就切开的时候,你现在是 就比如说正常的话,是零点几啊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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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看那个 10 这种点头是什么样的 你看下那个气压 它们气压或偏高了 你看下就是那个气压 还有速度稍微加一点 1912的是吧 12应该还能加一点 因为他这种点头的一般都是要么就是活压偏高了 要么就你要是气压或者气压特别小或特别大的 虎压可能会就会变得特别高 变得高了之后他就往下点嘛 是这样的 你还是就是说你气压的时候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你看一下气压 我觉得因为气压那有问题 太高了或太低了 它那个导致它那个 导致它那个吹得电火就不一样了嘛 不一样了 没有吃蟹 只能说放着蟹备的时候 谢谢大家